武汉商人徐冲阳因发表批评薄熙来的言论 2011年被捕 今年1月5号刑满释放 他被中共当局指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幕后推手 以及美国特工 北京的法院却以诈骗罪判处他19个月的徒刑 徐冲阳刑满出狱后披露 他被拘押期间因否认控罪 遭到酷刑凌辱 被扒光衣服吊打 打断肋骨和牙齿 不久前 这段酷刑视频被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取得 并发表在了海外中文网站博讯上 下面一起去关心一下徐冲阳的遭遇 这段视频中 徐冲阳被脱光衣服吊着 鼻子嘴角流血 法官对他打骂 你写不写 不写是吧 你想干嘛为道证据 想叫我写 我不写 你妈的什么法官 你知道啊 老子穿上衣服就是法官 脱下衣服就是流氓 你不行啊 你去找胡锦涛 你去找外交部 老子叫你竖着进来 横着躺着出去 这是2011年4月至6月期间 徐冲阳被关押在北京的一秘密地点 遭到的多次酷刑之一 北京公安和武汉法官参与了刑讯 有时现场多达数十人 他们记录这些东西的话 有的是为存党 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取乐 施虐带来的那种快乐吧 因为这个在中共的手下那些打手中相当普遍的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警察也罢 保安也罢 什么检察官也罢 法官也罢 或者是解放人员也罢 还是被他们各方抢得很深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如果公开就是代表一种罪证 获得这种东西的途径很困难很困难 徐冲阳曾经是一位商人 拥有巨额资产 后被地方当局掠夺 从此走上维权路 他的妻儿都是美国公民 目前在美国 2011年4月 徐冲阳因为被怀疑曝光了中南海强拆而被抓 被酷刑数天后短暂获释 之后又失踪近两个月 直到当年的6月 他在一个秘密非法关押处发出求救信息 被维权人士救出后 在光天化日之下又被警方劫持 之后 徐冲阳被正式逮捕 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判刑 徐冲阳获释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被酷刑的细节 据徐冲阳透露 进监狱以后 北京公安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残酷刑讯 对他使用了二战法西斯秘密警察用的审讯手段 迷幻药物 导致他头发脱落 皮肤溃烂 又被上脚料和手铐 不断施以酷刑 包括不准睡觉和打骂侮辱 徐冲阳说 他做过神经损伤 有三条肋骨和一根胸骨被打断 现在仍无法自己穿衣服 呼吸有困难 警方企图栽赃徐冲阳为政治对手的成员 所以徐冲阳成为了间谍 特务和反动媒体的记者 而他的认罪就非常重要 据徐冲阳表示 这个案子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傅政华亲自指导 而傅政华是薄熙来一手提拔起来的 安排他在北京起大作用 但是我觉得有新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话 就是哪怕是犯过罪的 比如说参与过酷刑 参与过刑讯的 他应该把它保留下来 无论他是警方的酷刑 是国家安全警官的酷刑 检察院的酷刑 什么纪委的酷刑 法官的酷刑 这样的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还呼吁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 想提高国家形象 可以考虑释放所有政治犯 胡佳还表示 现在民众要求官员公开财产 他认为 应该被财产公开的头一个人就是习近平 因为他权力最高 贪腐的高危险性最大